还有别的矛盾吗 他不是刚说我小题大做吗 你说我那些好 我就认了吧是吧 那你说如果说割难尾 那不是小病吧 我平常就说 一个打掉真的痛的人 身上动刀子的事情 我肯定还是啪啪 我就想着 我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做手术 结果我还就 真就是一个人去做手术 他就那天出差 做完手术第二天 在医院病房给他打电话 我在那哭啊 他在那边要做声不做声的 我旁边那个病床上的人 都看不下去了 就说妹子 这个男生要不得 主要就是那件事 就像压死骆驼 最后一个刀草一样 反正我就想通了 我就觉得 我还是跟他分手吧 我就觉得 跟他在一起就没什么意义 我呆呆地问一句啊 你爸妈呢 我没跟我爸妈说呀 为什么栏尾手术 不跟爸妈说呢 因为本来我就是 没在我家那边工作嘛 跟家里人不都 报喜不报忧的嘛 你这手术的签字 是谁签的呀 我一个玩得好的朋友 那就是他照顾你好了 所以我就说嘛 是真要出差是吗 是真要出差 他那篮尾挺突然的 难道这种事情 我还要等着你 什么提前安排好呀 我觉得这都是借口 我就觉得 反正就好像那种 知道我要跟他分手了 下军令状了 然后他就过来 各种讨好我呀 所以那你来这干嘛呢 你其实是带着 还是希望他改变的想法来的 对不对 并不是想真跟他分 是不是 就在这段情感里 你最舍不得他什么 其实说白了 还就是 还不就是我们俩 就是确实是在一起 这么久了 也是从学校出来的 就觉得这个感情 还是挺纯的 然后就是 其实就是反正就是 还是舍不得 就在一起这么久 是什么呢 就 我那句话已经压在这个 胸口压了好久了 我说你们俩还在一起干嘛呀 你看啊 日常生活里面没沟通 争吵 玩闹 他觉得你不尊重他 不理解他 你觉得他不关心你 谁稍微在生活里 出现个状况 就找不到另外一个人 对吧 所有的事情 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 结果两个人 还口口声声地说 我们这个感情很纯 纯在哪儿了 我也没看出来啊 我问你们俩 为什么还留着这段感情 哎呀 我们这么长的时间了嘛 时间长就是 留一段感情的原因吗 修比特问卷 我问你啊 那天他丢包的那个时候 你手里拿着大包小包 是吧 他手里拿的什么 他就拿了自己手机 所以我就觉得 我拿了那么多东西 包丢了 也不全是我的错啊 然后他还怪你 他明摆着 他欺负你啊 我知道他欺负我 你愿意被他欺负 对吧 你俩现在的状态就是 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这就是你们两个一贯的这种 相处和交流的模式 女孩我觉得 今天是来分手的 当一个人 想要转身离开的时候 你做什么都是错 你做什么 都是给他要离开你的理由 人家工作 一般的女孩对于 她说没有第一时间 来到你现场陪你 然后马上下班以后 给你送吃了这个事 我听了好感动 我男朋友下了班 第一时间就带了汤水 带了饭菜 给我做的 来医院看我 那还要怎样 作为男生 能不能有点鼓起 让我看到一点 男子汉的气感 好像也够呛 我就送你一句话最后 好吗 走不进的世界 咱就别应急了 转身离开 不要为难了别人 也做见了自己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谢谢索岩老师 苏琪老师 我觉得一个姑娘吧 可以交 但是不要交纵 交纵带来一个什么问题 就不知足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 人的情绪 或者说人的欲望 是会发生变化的 一个人在当初的时候 愿意给你做这个 做那个 可能是他的取悦的 心还在 生活一定会慢慢地 归入到平淡平静里面去的 如果你的欲望 还在一直盆勃地往前走 说我要这个 我要更多 到最后 什么样的男人都满足不了你 因为你自己要的东西 是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的 欺负一个人嘛 得有尽头 适可而止 适当地给予一些回报 反而会让你们这段关系 更加地稳定下去 还记住我那句话 可以交 但不要做 好吧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来 年老师 我在你们所有描述的过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